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万又见面的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2月份的shop my stash getting ready with me 有我好久没有用的 有我新收的 然后我合到一起 今天我们做一个12月份的上妆笔记 然后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素颜一张 大家我现在呢 把视频拉近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上妆 然后底妆呢 我用一下好久没有用的这一个 这个是D.O.Forever Natural Nude Foundation 这里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2W 好久好久没有用这一个了 然后这个月拿出来 用几次 当然我还在改我 改着我铁皮计划的进度啊 我印象中这个粉底液的 延展性还蛮好的 就是2W这个颜色 D.O.Forever Natural Nude 他们家的底妆品啊 就是在我的脸上 跟欧莱雅一样 多多少少都有氧化的现象啊 包括雅士兰黛 很多很多都有氧化的现象 没有办法控制啊 我也用Primer啊 我也用Setting Spray啊 还是氧化 它就是这样子 我美容大眼暈染一下 我最近呢 护肤这一步 我在学Wingos老师的三明治护肤法 我跟大家说 我皮肤过敏 过敏到要死 咱们毫不夸张 看我脸上提这些疙瘩 我一直在适应啊 现在半个月过去了吧 狂启 于是乎 上个礼拜天最后一次 然后熬不住了 皮肤太多反应了 没有办法 我用过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的 你的产品是什么 不妨在底下给万万留言一下 然后我对这个方法 真的很感兴趣啊 但是 不成借效果 然后 遮瑕膏 将将将 大家还记得这个遮瑕膏吗 万万已经忘记了 这是纪凡希的 PRISM Libre Skin Carrying Concealer 我的色号呢 是N250 他是这样的 Dull Foot 然后鼻子 翻红嘴角 素素沉淀的地方 也来一点 这个呢 他是 11毫升的产品啊 算是量比较多的 一个concealer 有点像那个Dior的 Forever的那一个concealer啊 就是 呀 你可以用Full Face 这样子的 我最近呢 我跟大家说 然后 因为我兰蔻的眼霜 还没有用完嘛 我就忍住 不去打开 嗯 我新收的那个 雅士兰黛的那一个眼霜 我很怕用上之后 我这一个 蓝蔻这个我就用不下去了 因为蓝蔻这个的确有点干啊 这个拍不太 那 定妆粉没有什么新的要用啊 还是用我铁皮计划的定妆粉 嗯 秋容啊 腮红高光 Bronzer 然后我们用一下 这一盘 这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购物笔记 黑舞的时候 我在Patmer Graphic Labs的官网收的 他的这一个Face Palette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Divine Blush Bronze And Glow Trail 色号是Forever Nude Forever Nude 在这里 OK 我觉得他这个Honey的Bronzer呢 稍微偏neutral痛一些啊 稍微有一点点偏neutral痛 我用一下It Cosmetics的这个刷子啊 好 比较 比较的neutral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太多的tan的感觉出来啊 有一点可以拿它修容的感觉 我觉得 腮红 我们用一下这个MAC127的刷子 这个腮红 其实跟我今天的衣服还蛮搭的 这个腮红 Rosy Pink 这种感觉的 有点Baby Pink 那种感觉 应该是Baby Pink 非常明显的Baby Pink 很流行吗 对吧 然后 Highlighter 犯错误了大家 好像用太多了 算了 Highlighter有点用太多了 哦我的天 哇 哇 大家 这个Highlighter有点 哦 这个Highlighter 太惊艳了吧 哇 我今天是要闪死谁吗 我今天的这个 非常非常Purly的那样的妆效啊 我觉得跟这一盘还蛮搭的 就这个Bronzer如果再 Warm tone一点点的话 我会更爱它啊 太Neutral tone了说实话 今天呢 眉毛呢我用一下Rare Big的眉笔 加上Too Faced的这一个 Brow Wig Espresso这个颜色 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 我觉得 Too Faced还是有很多好产品的 但是能稳定性好一点的就更好了 OK 然后今天呢 我们用一下这个粉色啊 想搭配一下我今天的 衣服的感觉 Neutral加一点点粉色这样咯 我先用这个Icy Icy Glaze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打个底 OK 现在手里面没有太多的干净的刷子 大家需要刷一下了 我现在用的这一个是It Cosmetics For Alta好像是 质量很一般啊 但是我蛮喜欢这一个刷子的 就是 怎么说呢 画起来还蛮 蛮平均的蛮均匀的 用Sigma E25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一点点这个粉色 看到这个粉色 然后呢我把这个粉色 这样 pop到前二分之一的位置啊 刷的这个扁平的刷子这头 然后我用一点叫Bake It Happen 这一个颜色 然后加深一下眼尾的地方 还有眼线的地方 好 ok 现在先来一点 扁平的刷子一个 然后我们用这个Frosted的这一个pink 它有点shamer的那种感觉的 提亮的颜色 但是是一个 算是一个雾面的base啊 不是亮的那种 然后再提亮一下 ok 睫毛膏呢 用一下Fenty Beauty的 也是我 跟我笔记当中的吧 给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一个 稍微 稍微 怎么说呢 有点 goopy goopy的 就是睫毛会黏到一起 那种的 跟 YSL啊 或者是 其他的相比的话 我觉得 长度 很赞 大家没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看到两个眼 大家看到两个眼睛区别没有 有看到哦 一只眼睛睁开了 就是长度真的很够 但是 稍微有一点黏到一起的感觉 就是本身 假如说我不戴假睫毛的话 大家 我觉得这一个就是 volume上面稍微差了点意思 但是长度真的是 大家看到 长度 长度真的很绝啊 大家 但是就是 volume差一点 口红的产品 我们当然又用一下 Petmo Black Lives 的这一个 Vinus New的这一系列 然后 这是它的唇彩 还有Vinus New的这个口红 在这里 今天我们用一下 先用它的这一个唇线 试色呢 我在我的购物笔记当中 给大家做了试色 这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peach tone的 很典型的 披着筒的一个裸色 口红 口红它这个是一个雾面的 是他们家的matrix的 这一个lipstick 然后这个是唇彩 这个set还不错啊 大家 它是唇彩的刷头呢 就是正装的刷头啊 然后 我自己比较倾向于 唇彩 加笔 加那一个唇线笔 很少用这个口红 再加这一个啊 要不我就用唇线笔 加一个 shear的 或者是一个nude 或者是一个有glossy 妆效的这一个口红 很少这么层层的叠加 尤其是雾面 再加唇彩就真的是很厚 而且会显一些 你知道这些感觉出来 所以 不是我自己倾向于的菜 但是 颜色还是非常漂亮 我脸上这个高光 我真的是 眼睛上应该来一点 OK 朋友们 那 呃 不是拿他摄影的吗 Pat McGrath Labs这个高光 我今天眼睛上要来一点点 眼睛上啥都没有 太雾了啊 也不算是非常雾 比较frosty那种感觉 我们来一点点这个highlighter 来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OK 不会很夸张 就一点点 哦 漂亮 嗯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OK 哇 妆效不错啊 我觉得妆效是不错的 OK 为了持久一些 顶装喷雾用一下 Sharlottubry的Hollywood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然后这就是我整体的妆容 除了嘴唇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口喉跟唇彩我会二选一 我很少在呃 雾面口红上面 然后再加一个唇彩啊 就是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厚啊 不在我接触范围之内 今天只不过就想在动作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质感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是我自己平时化妆的话 我一定是二选一 要不就是唇彩加唇线笔 要不唇线笔加上这个口红这样子 或者是单独用口红啊 很少用他们家的这一个口红再加上唇线笔再加上这个唇彩太厚了这样子的 但是颜色上真的是超级赞啊 那其他的呢 耳扣耳扣还是Kendro Scott 跟那一个Target合作款 这个已经没有卖的了 大家就是完全就搜到的 因为它是限量的这种 然后上衣是一个针织衫 然后这样子的 我该怎么看清楚 系扣子这样子的 然后算是一个短款的 不能说是Cut Crop这种的 但是是短款的 然后我很喜欢那种裸色的这个设计 有点裸粉的感觉 然后跟粉色的这一个搭配啊 那今天的这一个12月份的Shocking My Stash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或者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 往往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拜拜